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企鹅赢麻了 前有赵丽颖与凤航 后有肖战玉谷瑶即将上线 近日有网友发现肖战的玉谷瑶 已经在企鹅的预约栏中出现了 目前已经有460万的人预约 那么既然都上预约了呢 是不是证明离正式开播更近了呢 有粉丝表示玉谷瑶现在的审核已经快结束了 而且看预约这个位置估计可能会在5月上线 有部分粉丝纷纷表示期待 作为肖战的先偶剧 肖战的人气和流量可以说是不容小觑的 也有部分粉丝理性讨论 说这个剧可能不会那么快台上来 可能是在蹭热度 不过企鹅家还是很看好这部剧的 到时候一定会大肆宣传 不过也有粉丝质疑 这只是炒热度 要知道这部剧里面的女主 最近在参加桃花物的综艺 而肖战正在出演话剧如梦之梦 不过自己炒自己的热度好像也没啥大毛病 有肖战在这部剧一定是会被企鹅看好的 至于定档的具体时间还是让我们先期待着吧 玉谷瑶由主演小说朱颜改编 这部剧竟也是一部师生恋 最近师生恋的剧很多 但是好看的却很少 而这部也是带走仙侠题材的 两人相爱相杀看点满满 而且这部剧自带不少书粉 而肖战自带流量 从路透的装照来看 肖战一袭白衣 更显风华绝带 而作为主角的任敏曾经出演的《悲伤逆流成河》 其中的演技也被人看好 这部有流量和演技加持的剧 会不会是下一个大爆剧呢 说起企鹅家 今年可是要赚麻了 不仅有肖战主演的玉谷瑶 还有赵丽颖的新剧《雨凤行》 前段时间《雨凤行》的主演 赵丽颖和林更新在接受采访时的状态就能看到 已经30多岁的赵丽颖 还是少女感十足 一点不像生过孩子的人 而且皮肤状态嫩的就可以掐出水来了 这个状态跟赵丽颖 出道不久的时候 姗姗来了的时期差不多 赵丽颖还是越长越回去了呢 越来越可爱了 而且这个剧还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二搭 自楚桥传后也有不少人 可惜与文月再也捞不起来了 星月CP也逼了 终于在时隔6年现在 两位终于二搭了 虽然不是楚桥传的第二季 但是从采访中就能看到两人 还是CP感满满 星月CP又可以了 不仅如此 杨子的长相思也会在企鹅上线 不过目前还没听到会播出的风声 那可以说今年的企鹅是神仙 打架也不为过 这么多部剧 你更期待哪一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